上帝时刻都在工作 诗人告诉我们 他从不打盹或打瞌睡 他身负重任 确保他的孩子们 拥有幸福生活所需的一切 但是当你看不到 他在你的生活中工作时 你会怎么做呢 当似乎没有 有什么变化发生 当你的生活陷入迷茫时 你会怎么做呢 俗话说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通常就是最艰难的时刻 那些艰难的时刻 那些你所面临的考验和磨难 也许正是上帝开始工作的迹象 当你感觉一切都崩溃的时候 正是上帝在幕后默默工作的时候 在这种时候 你需要的只是一点耐心 引导你的生活重回正轨 在我继续之前 请记得订阅装备生命频道 并点赞分享 如果你领受到这信息的祝福 而愿意以赞助的方式表达谢意 或支持这事工 请点击以下描述框的链接 请我们喝杯咖啡 你是蒙福的 为要成为他人的祝福 谢谢 请确保你观看到最后 因为这影片的信息非常有力量 会改变你的属灵生活 我也将和你一起做个祷告 让这祷告的祝福临到你 救赎不是一次性的交易 它就像一张通往一个幸福配套的金票 人生的两个重要方面 世俗生活和敬钱生活 这把钥匙可以打开通往这两个方面 所提供的一切美好事物的大门 包括世俗生活中的幸福与成功 以及在属灵上的满足与成长 遗憾的是 有时候情况似乎并不是这样 你的财务可能一团糟 到处都是债务 你的心中充满忧虑 你的身心健康可能一团糟 你可能会想他们所说的祝福在哪里呢 在这些时刻 你处于一个脆弱的位置 一不小心 敌人就会利用你的弱点悄悄潜入 他们会试图把你 从你能得到上帝祝福的地方引开 所以即使困难重重 请坚持住 坚定信念 保持坚强 因为上帝没有忘记你 亲爱的 永远记住 上帝正在不知疲倦地为你工作 即使在你看不见的时候 也不要忘记这一点 此外 并非所有的祝福 都是看得见的 有些祝福是巨大的 远远超过 我们每天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安全 爱和关怀 它们是能够改变你整个人生轨迹的祝福 但问题是 你需要为它们做好准备 就像你为一位特殊的客人 准备房子一样 你要清理混乱 换上新花和窗帘 甚至把室内装饰 改头换面 你的生活也需要一些整理 以便为上帝即将赐予你的祝福 腾出空间 现在你必须知道 准备清理和打扫的工作 并不总是轻松或有趣的 如果房子会说话 它可能会告诉你 放慢打扫 减少敲打和抹灰的工作 但你这样做 是为了房子的最佳利益 让它能接待一位尊贵的客人 同样的 上帝也在你身上做工 让你配得上 他带来的祝福 这个过程 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所以 你必须认识到这些迹象 不要把自己推离他正在做的事情 圣经约翰三书两节说 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这句话涵盖了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反映了上帝对你无限的爱 上帝不希望看到 你任何原因而受苦或挣扎 打开圣经 看看他是如何引导以色列人 走向应许之地的 他希望他们在继承土地之前 做好准备 但他们花了四十年的时间 因为他们没有和上帝合作 他们需要达到一个特定的状态 让上帝知道 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祝福了 但他们并没有完全达到那个程度 现在让我问你 你在配合上帝的计划吗 还是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 忙于抱怨 怀疑上帝的能力 怨天尤人 让我们看看哈拿的故事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 他面对迟迟未能生育的困难 以及他如何在适逻祷告 最终生下了儿子撒末尔 但他的故事远不止这些 起初哈拿没有孩子 他羡慕丈夫的另一个妻子 皮尼娜有孩子 每当皮尼娜惹他生气时 他就会哭泣 但你注意到什么了吗 他想要孩子的动机是错误的 是为了证明他没有不悦 你看 上帝不会为了满足他的自尊心 而赐给他一个孩子 雅各书揭示了上帝的这一面 雅各书四章三节说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忘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艳乐中 当你在欲望和情欲的驱使下 寻求上帝的祝福 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时 你就要做好 祷告得不到回应的准备 这正是发生在哈拿身上的事情 使他的故事更加独特的是 圣经提到 使上帝允许哈拿没有孩子 因为他还沉浸在自私和自尊心中 这有力地提醒我们 在等待上帝的祝福时 你的动机和内心状态很重要 哈拿在经历了转变之后 他不再把拥有孩子 视为自己的事了 他伤心欲绝 答应把孩子献给上帝 那个曾经因为皮尼拿 嘲笑他而生气的哈拿 在以利指责他喝醉酒时 却毫不动怒 他变得尖卑 以上帝为中心 只有这样 他才真正有资格 生下伟大的先知撒木尔 如果你想得到上帝的祝福 准备工作至关重要 以福所书三章二十节说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当上帝说了 你就可以相信他能够做到 那么 为什么不让他的大能 在你里面运行 相信他对你的爱 超乎你的想象呢 记住 你目前的处境 并不是你最终的目的地 它只是旅途中的一步 这条路通向上帝对你的祝福 你不能跳过这条路 如果你真的想在终点 得到等待的祝福 你就必须走上这条路 关于为祝福做准备 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十篇三十一篇十九节说 敬畏你 投靠你的人 你为他们所积存的 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 是何等大呢 你敬畏上帝 忠于上帝 你不必去寻找祝福 祝福会找到你 现在 既然你已经知道 上帝在赐予你重大祝福之前 会预备你 那么你就必须知道 你正处于预备阶段的迹象 这些迹象是什么呢 嗯 它们可能不是你很关注的事情 但它们就发生在你身边 一旦了解了这些迹象 你就可以审视自己的生活 看看它们是否出现在你的旅程中 以下是表明 上帝正在为你的重大祝福 做准备的七个迹象 记住 你当前的处境 不是你最终的目的地 它只是旅程中的一步 而那条路 通向上帝为你准备的祝福 如果你真的想要在终点处得到祝福 你不能跳过这条路 你必须经历它 那么当上帝要大大祝福你之前 会有什么迹象呢 第一 强烈的反对和挑战 虽然你可能在生命中的不同阶段 都面临过挑战 但当上帝准备祝福你时 你会遇到更多更激烈的挑战 事实上 这一次 魔鬼不会手下留情 在此期间 他可能会对你发动特别的攻击 一切都会让你感到沮丧 你所面临的挑战 会让你怀疑自己 到底做了什么 才会遭受这样的苦难 请记住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应该是你面对挑战时的安慰 你可能会觉得 魔鬼派了他的整个黑暗军团 来让你跌倒 他们会竭尽全力 削弱你的信心 让你怀疑上帝的信实 在这个时期里 也会有人背叛你 你甚至会失去工作 家庭 你真实的东西 也可能会溜走 你可能会收到 病人沮丧的医疗报告 或者你所爱的人 可能住院了 这个时期 可能会让人感觉 像大卫描述的 走过死因的幽谷 因为这确实会很黑暗 然而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表明上帝正在为你准备一些重要的事情 而且 他可能即将到来 第二 你对上帝的信心会增强 在这一时期 你所面临的强烈反抗和挑战 会对你产生两个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关键时刻 你要么开始怀疑上帝的能力 屈服于不断增加的压力 要么你对上帝的信心 发生显著转变 这时 你会发现 自己别无选择 只能花时间与上帝在一起 因为你感觉 其他人都在与你作对 而上帝仍然是你唯一的盟友 你会发现 自己花更多时间 祷告和学习上帝的话语 你对上帝同在的渴求 会更加强烈 你的祷告生活 也会更加深入 不仅仅是向上帝 祈求物质上的东西 而是你的祷告 开始达到更深的层次 在这段时间里 你会更深刻地认识上帝 随着你对上帝 有更深刻的理解 你的信心也开始蓬勃发展 它可以发展到 超越人的理解程度 达到你坚定地 相信上帝的程度 这种信心 能让你听从上帝的命令 跳入大海 即使你不会游泳 当你的信心 达到这种非凡的境界时 就表明 上帝正在为你 准备一个巨大的祝福 为了得到它 你必须全心全意地相信它 第三点 上帝会从你的生活中 带走有害的人和事 上帝希望 在给你带来祝福之前 让你处于最佳状态 它可能需要把某些人和事 从你的生活中移走 这时候 你可能会失去一些朋友和人脉 有些人可能会离开 有些人澄清 他们不想与你有任何关系 其他人可能会深深地伤害你 甚至背叛你的信任 上帝可能会要求 你与他们断绝关系 或者你可能会因为 上帝在你生命中 培养的属灵成长 而自然地与他们疏远 无论上帝如何选择 最终的目的都是 要消除可能阻碍你进步的 有毒影响 让你以能够引导你 能够领受祝福的步伐前进 第四 你感觉上帝似乎默默无声 或远在天边 这可能是你接受祝福的旅程中 最艰难的阶段 面对所有的挑战和逆境 当你还能感觉到 上帝在你身边 握着你的手 向你保证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时候 这是一回事 但是 当你再也感觉不到 上帝的存在 当他似乎沉默不语时 这就是完全另一回事 完全不同的体验了 你的祈祷 像是被充耳不闻 即使你祷告了几个小时 花了很多时间在他面前 你也看不到他的行动 仿佛他消失了一般 那是因为他正忙着他的计划 当他揭开谜底时 会让你感到惊讶 或许就像你忙碌的时候 不喜欢被打扰一样 保诗说 这个是其极具挑战性 想想耶稣在十字架上 哭喊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时的感受吗 那是他受难的顶峰 然而天父却不在那里安慰他 要知道 当他在旷野战胜撒旦后 圣经记载天使来服侍他 但在十字架上 没有天使来安慰他 这一定很痛苦 但这都是为了更大荣耀的一个过程 你现在可能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刻 你无法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你与孤独感搏斗 但请记住 这只是一种感觉 而不是事实 上帝永远与你同在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你看不见并不意味着他不在你身边 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考验 是为即将到来的祝福做准备 因此 如果上帝似乎不再聆听你的祷告 请振作起来 可能那是你更接近祝福的迹象 比你刚开始时更近了 坚持住 继续相信上帝 因为他永远不会抛弃你或离弃你 他已经许下承诺 无论发生什么 他都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 第五 有的门开始关闭 为了得到祝福 你需要在正确的地方 在准备的过程中 上帝可能会开始关闭那些 让你误入歧途的门 魔鬼可能已经打开了一些门来迷惑你 阻碍你通往上帝 希望你到达的地方 在这个阶段 上帝会开始关闭那些错误的门 这是上帝的爱的表现 尽管你可能无法完全理解 但看着这些门关上 或许并不好受 然而 当你信靠上帝的时候 你最终会感激他 关闭的那些不适合你的门 让你的人生走上正确的道路 第六 明确的指示 有时 你需要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 来为祝福做准备 但是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行动 你又怎么能遵守呢 这就是为什么 上帝为你准备重大祝福的另一个迹象是 他会开始给你不寻常的 也许是陌生的指示 你周围的其他人 可能以前没有收到过这样的指示 但因为你的情况很特殊 所以 你需要极大的信任 才能遵从这些指示 而不会错过上帝为你预备的东西 第七 上帝揭示了你痛苦的目的 这往往是你取得突破之前的最后一个迹象 甚至可能与突破同时出现 即使在你祷告之后 你也可能不明白 为什么你生命中所经历的每件事都是必要的 你必须意识到 你没有权利质疑上帝或要求解释 很多人都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觉得自己有权要求上帝解释 他们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 他们带着傲慢的态度对待每一个阶段 然而 上帝并不欠任何人一个解释 那些要求解释的人 最终往往会灰心丧气 并认为上帝不信实 但我们要清楚 上帝不是不信实 也不是粗心大意 他对你生命中的一切都精心安排 你要明白 如果最终不是为了你的利益和他的荣耀 那就不会发生 只要你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 你就可以放心 你的生活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话虽如此 当你的祝福就在你的门前时 你就会开始明白 为什么你不得不忍受你所做的一切 你开始理解 为什么你要等上漫长的七年 才等到那个完美的人 你明白了失业背后的原因 也明白了 为什么上帝阻挡了你 进入某所学校 或某座城市的道路 然而 这种理解 通常是在祝福即将进入你的生命时 而不是在考验开始时 这就是为什么 保持对上帝的信靠 和坚持他的应许至关重要 即使黑暗笼罩 看不到出路 你也要相信你的祝福 会在他完美的时间到来 因此 当你走过人生的不同季节时 与其沉浸在自怨自意中 不如想想 上帝可能想教导你什么 问问自己 尽管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但我能学到什么教训 上帝想通过这种情况 教导我什么 有了这种心态 你就不会在等候室里待太久 你会一路学习 上帝想让你学习的课程 你会取得进步 从你现在的位置 到你想要的位置之间的时间 不要草率行事 这段时间是让你为上帝的安排 做准备的 当你做好准备 祝福就会到来 也许你相信 上帝会赐予你孩子 并虔诚地祈祷 但是如果你对如何培养 一个敬虔的孩子 一无所知 如果你不知道 如何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 或者如果你背负着童年的包袱 可能会对你的孩子 产生负面影响 那么上帝要解决你 所有这些问题 他希望引导你 经历一个治愈的过程 这样当他最终 赐福给你一个孩子时 你就会有足够的能力 按照他的方式抚养他们 但有时候 上帝似乎并没有回应你的祷告 与其为你的处境焦虑 不如开始为你的突破做准备 向上帝敞开你自己 让他做任何必要的事情 把你塑造成他祝福的理想器皿 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因为你一直在为我的益处运行一切 我明白 我在生活中所面临的挑战 和强烈反对 都是你为我安排的一部分 我选择相信你 我选择依靠你 我选择紧紧信靠你 直到你的祝福在 我的生命中完全显现 我知道仇敌想要偷窃 杀戮和毁灭 但你来是要给我丰盛的生命 主啊 我在你为我预备的丰盛生命中 茁壮成长 我紧紧抓住你伸出的手 对你的应许充满信心 感谢你引导我度过预备的季节 帮助我坚持到底 直到我达到合适的状态 接受你的祝福 我不会因为要承受的一切而气馁 相反 我的信心会一直停留在 你不朽话语的力量上 你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天父 我愿意忍受现在所遭遇的一切 因为我对未来充满期待 我定睛在那看不见的事上 因为看得见的事都是暂时的 但你为我预备的荣耀未来 却超乎人的想象 主啊 请为我做一切必要的事 让我得到所有的祝福 我愿意并正在与你合作 请在我的心灵上动工 竭尽我的欲望和动机 让他们符合你对我生命的旨意 帮助我去除任何与你的计划不符的欲望 并帮助我对那些 你希望拥有的东西 保持纯洁的渴望 当我经历到你 在我生命中动工的迹象时 我不会在等待中感到疲倦 我会等待你 像约伯一样宣告 新一本圣经约伯纪十四章十四节 我要在我一切劳苦的日子等待 等到我得释放的时候来到 我相信你会使我的近况好转 愿我生命中的一切都以赞美结束 在所有的起起伏伏 高高低低中 无论发生什么 请帮助我 坚持我的信心 让我的信心诈骗于你的话语 当我接触你的话语时 请让我的生活能够反映出我对你应许的真实信心 面对风暴 我不会惊慌 因为我知道你与我同在 你不会让风暴吞噬我 天父 我明白由于你为我设定的独特道路 有时我可能感觉不到你的存在 但即使在那些时刻 也请帮助我相信你就在身边 让我能够在人生的风暴中 紧紧抓住你坚定不移的手 感谢你 天父 因为我看到乌云密布 你的祝福之雨即将倾泻到我的生命中 我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如果你喜欢这视频 请点赞并订阅装备生命频道 观赏更多提升你属灵生命的视频 谢谢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你平安 在发自华赐福 School